你如何分析這次618這個銷售數據呢 銷售數據只能說在客觀看 經濟狀況這麼差 你都覺得做得不錯的 不錯 但市場不是那麼軟 市場就會嫌為 這就是股價走勢 和實際狀況配合 如果你說京東集團 還在200多元左右 我的說法就會支持到 但問題就是 你看看6月份 618炒了30-40% 當然市場所有科技館都這麼炒 我們就是當市場盲目 一雙情願炒股公司 最壞事有意過的思考 但出來的結果 不是 其實增長速度還是比較慢 都是面對著很大的挑戰的情況下 就會開始有問題 而你看618裏面的細節數據 你說家電 其實是一些政策扶設 可能有些消費資助 相關的因素上才帶動到 有一個比較好的銷售 所以短線我覺得調整壓力是會有的 最好就是 無論你低位買也好 高位買也好 訂回一些落車位給自己 不要等到消息出到 市場發現是炒過籠了 全部賺下去了 才會認輸